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这里是魅力师叔要来求赞了 今天这期内容真的是非常精棒 是马桶人VS监控人第七世纪 PART3的预测内容 起源是马桶人的科学展厅当中 又找到了新的细节 马桶人准备给泰坦音响人的大刀 早在第69级完整版的结尾处 在1056支援小队的音响人的时候 出现过了 因为这把刀的模型是第一次出现 而大刀的自助耗时远远超过迷你小刀 所以推出大刀的创始人是马桶人 而小刀则是模仿 这就透露了一个隐藏的信息 也许在马桶人的阵营当中 也有一个叛徒的存在 也许这个叛徒会在1056支援小队 进入到科学展厅就职粉三哥的时候 暴露他的身份 不过大家先别慌 这里还有一个更劲爆的理论 有粉丝认为除了神秘特工之外 在马桶人和监控人的阵营当中 还隐藏着一个更加流皮的角色 这个角色可能是一个中高层 具备着一个超小的天赋 就以完美的在马桶人和监控人的阵营当中 切换身份 切换心态对他来说 不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 监控人 音响人和电视人换个头就可以了 而伪装成马桶人的事情 以前监控人也做过 而最关键的证据 就是马桶人的以假乱真的皮道技术 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在凭空捏造的吹牛批 而是有了这样一个神秘人物的存在 可以完美的解释 马桶人科技和监控人科技互通的原因 而且这个神秘人物 还有通过这种方式 在两边的阵营当中都获得提高的地位 举个例子就像是一个卧底 在当两年就成为了老大一样 关于这个神秘人物的猜测不止如此 麦勇叔叔还想起了之前分析 第六十集的时候 路远方马桶人对决金妈和马桶博士的场面 发现金妈的表情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 结合UFO马桶人和马桶博士的身份文件一起看 金妈是马桶人的老大这件事情 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都误会了 他过往的战斗当中的逃跑表现 似乎一直都是在告诉我们 他只是一个被扶持的小弟而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而这个神秘人物的真实身份 有可能跟马桶博士和UFO马桶人的身份脾气 以上的内容过于劲爆 如有那同纯属巧合切勿当真 假如你能够发现更多的线索器 你一定要告诉没有输出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赶紧完成点赞和订阅的任务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祝你广告